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東章的河伯 據報網友幫忙整理整條時間線 因為整個過程 其實他們閃婚再到河太要錢開店 再到被揭發各種類似醜聞的情況 整件事是怎樣成為網絡的最新熱話 據報相關關注組已經超過10萬人加入 事件仍有待發展 另邊相亦有網友提到 原來去年有另一宗個案有點相似 話說有個老翁在香港住公屋 最終因為娶了一個內地妻子 在一個非常快的時間下 內地妻子成功拿到他的歌 據報當時也是東章西夢的個案 是怎樣的情況和熱話 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我講的是東章西夢 有關重組河伯和太商戀的時間 其實認識第19天 已經送了10萬元的金額 未夠一個月 已經想拿100萬來搞生意 報道的內文提到 話說網上熱議 就是河伯和太 閃婚時間線 網友整理 說到原來早於 1月26日 兩人相識的第一天 河太其實到街市 擺臨時攤檔 認識河伯 並問對方 有沒有好男人介紹 到1月29日 相識的第三天 街市擋主說河太 由認識河伯的第三天開始 就已經每日報通 就給河伯 有花膠、有鮑魚、有人參 等等的海味藥材 相當自保 河太也會一天為河伯 焗一壺花旗心水 果皮水 到2月14日 情人節 相識第19日 河太獲得河伯送鎮99000元 近四兩重的農縫額 作為情人節禮物 到2月19日 相識第24日 河伯和河太 就到銀行 打算拿100萬元 搞餐飲生意 才發現 被小女兒 拿走了450萬元的積蓄 3月11日 相識第425日 河伯和河太 簽子結婚 河太獲贈 價值13萬元的 兩卡轉介 和超過10萬元的 名標作為結婚禮碼 到5月5日 東張西網播出 河伯和河太 第一集訪問 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隨後更加成為全城熱話 到5月17日 疑似河太的抖音 帳號曝光 有多段認識 河伯之前 拍攝的拜金言論短片 引來網友的嘩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整個時間線整理完後 的確非常快速 基本上 雙息第19日 已經獲贈 4兩重的農縫額 即是現在已經變賣了 拿回7萬多元 當是生活費那件事 另外 何時要求打本100萬元 只不過是兩人 雙息的第24日 厲害 最新情況 網上仍然關注當中 最大的突破莫過於 找到 新河太的抖音帳號 兼赤新河太 真是有回應網民 結果事件到現在為止 未到尾聲 各界都關注當中 尤其是 存款和那間公屋的去向 看來事件還有很久 另外網友也翻出另一宗相似的事件 原來去年 有個男人 曾經娶過內地妻子 結果連公屋都沒有了 整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87歲的公屋阿伯 被大陸的妻子 騙婚長屋 無家可歸 求救於東張西亡 就說我簽完份 就是這樣被人逼走了 報導的內容提到 近日有一個87歲的余伯伯 突然被火柱通知 他要搬出住了近24年的 長沙環 圓州村的公屋 更加指 如果他3月底前不搬走的話 就會有警察和消防員逼他走 而孤立無緣的余伯 只好找到 東張西亡的協助 並說自己 在2月14日 被房屋處的 梁小姐約見 就說要余伯 在一份文件上簽名 當余伯 詢問文件內容的時間 梁小姐只是說 對你有好處 簽名 而余伯簽完後 在3月底 收到 要收回他的公屋的通知 喬喬經過多番調查後才發現 原來事件 和他4年前的一段 婚姻有關 當時他 因為人到晚年 希望身邊有個人 去照顧自己 所以經他人介紹了一個 年約40歲的大陸女子結婚 那個大陸女子 亦都說自己 是母兒母女 余伯於是和他結婚 不過結婚沒多久 余伯和前妻 要回到他的家鄉 申請3個月的單程證 前妻就突然帶著一個兒子出現 並要求一起回港 而余伯雖然心有不滿 但因為已經米意成催 他只好逆來順受 之後這個內地女子和兒子來港過後 就3個人住在余伯的一人公屋單位 更加十分獨立地為兒子 申請身份證和入學手續 之後更加經同鄉 介紹得到一份工作 更加加入了公屋的戶籍 而余伯的悲慘生活 亦都揭開序幕 他就說前妻在工作的時間 認識了一個男人 後來更加發生了 超越同事的關係 而前妻回到家後 即使和余伯 睡同一張床 不過他發夢的時間 就會夢到那個男人 並會誤以為余伯就是那個男人 並緊抱著余伯 叫了對方的名 當余伯得知前妻 雄恨出場過後 就和他吵起 結果當然是離婚收場 而余伯的這段婚姻 也只不過是短短一年 結束了 在離婚過後 余伯先經過自己 原來陷入了 騙婚陷阱 前妻的目的 只不過是為了一張 香港的身份證 和余伯的公屋 還有錢 他反應過來過後 心有不分 更打算 向房屋署上訴 而房屋署的職員就說 余伯和前妻離婚 而孩子的撫養權 判了給母親 所以正因為這樣 公屋的租住權 亦被判 向擁有的撫養權的一方 而梁小姐被余伯簽的文件 的確是幫助余伯 是為了幫助高年齡的余伯 轉給家屋會處理 結果14日後 余伯也收到房屋署的結果通知 並要求他 在7月3日前 要搬走 余伯更加因此失眠 覺得那個兒子 和自己 完全沒有 血緣關係 為何會因此而失去 居住了近24年的公屋 不少網友看完余伯的故事 都對他有少少同情 但仍然忍不住嘲諷 就說 都會說自己百多歲人 還娶過40多歲的女人 亦都說 80多歲人靠綜援維生 再娶過大陸女人 下來香港 所謂照顧自己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原來去年已經有一宗這樣的事 未知余伯伯最終的公屋 是否已經收回 既然曠製估計 一定收回 因為原來是合了程序 原來那個內地的妻子 有撫養權 雖然那個小朋友 本來就是個內地妻子 但因為根據香港房屋的條例 撫養權歸哪邊 房屋傾向給誰 估計 余伯伯最終都沒有了公屋 不過 是否這樣 不得而知 相關的消息 成為近日關注了關注的熱話 因為原來越揭越多 都有不少同類的故事 都是被人騙了錢 或者騙走了那間公屋 另外亦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亦有關東章的可伯 話說 豬肉檔都抽水 掛出迷魂湯三個字的牌 今天網友問 是否請教新河太 怎樣煮靚湯 報導的內文提到 這張相片近日 就在真屯門友的Facebook群組 和香港特法事故 報料區及 討論區間流傳 有網友在街市發現 有豬肉檔以 迷魂湯作為招來 十分惹人注目 有網友上傳照片的時間 就表示 某某肉檔出售 老闆說 好新鮮 適合煲湯飲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迷魂湯三個字 真是深入民心 這個禮拜整個禮拜都在討論河山河太 沒辦法 因為這件事還有很多 有待發掘的資料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